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去澳门 然后澳门现在浦东国际机场只有四个航班 所以人特别的少 然后Terry 我一会儿帮杰西卡去买点东西 然后这边的人一个人都没有了 给大家感受一下现在的浦东机场 疫情上的旅行 没有人 然后因为疫情嘛 所以这边没有几家餐馆是开的 开了的话 他的那个吃的选项 也非常的有限 星马克什么都关门了 所以我现在连今天早上呢 又玩那个叫什么剧本沙 剧本沙 然后吃的东西们也没怎么吃 本来还想吃零食的 然后因为我的角色太特殊了 所以那个零食也没怎么吃 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的饿 希望那个Terry的全家还开着 真的很难过 对吧 我们现在已经到澳门了 我们在等出租车 然后我们换的那个美金是7块6 嗯 对 在机场换的 我们现在准备check-in 然后这里是巴黎人 走Terry 这个圣诞树是倒着的 然后我们是三个晚上都坐在这边 所以这里比拉斯维加斯的那个要新我感觉 不是的 这是我的感觉 对 这里比拉斯维加斯的所有的东西要新 对的比比拉斯维加斯的要新 然后非常的暖和 你看我现在就穿了一件饱饱的衣服 你喜欢暖和吗 我不喜欢 我喜欢暖和 但我不喜欢热 新加坡不热 新加坡很冷 我才不想去新加坡 我们现在就去那个房间了 因为房间有多 所以他给我们升级了景观房 就是能看到巴黎铁塔的 我们看一下外面的view啊 东港的 是吧 真的是能看到铁塔的 没办法 对 这怎么 怎么了 哦这样 外面就是铁塔 这是什么 Beline 这个是铁塔是比巴黎的那个小 应该可以支付宝付款的 我感觉 看也好 这现在还排队 排队 排队 我们已经来的第一家店 我们来吃这家蛋挞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这个排队的人 真是不敢相信 早上我们还在上海玩西班下下午 现在是点核在澳门 看上去 这个是我们的蛋挞 这个蛋挞 这个蛋挞它特别的脆 这个皮特别的酥 然后里面的蛋液非常的嫩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吃完那个蛋挞 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特别好吃的 我也觉得 我觉得就是稍微 怎么说就是 比肯德基好吃一点 稍微用轻一点的肯德基 但是比肯德基 就跟肯德基价钱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买一盒的话 对对对 今天是我们在澳门的第二天 我们准备先出门去巴黎铁塔那边看一看 这边出来就是地势站 然后这边这个就是铁塔 哎呦喂 这怎么过去啊 艾贝尔铁塔 艾贝尔铁塔啊 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我一直都挺高兴的 这是假的凯旋门 这边有一个小棍儿 这样正好能够拍到那个铁塔 我们现在走进去啊 我和泰瑞现在在那个观野街 我们后面就是观野街 这后面是狙击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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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就是旗舰店 就是呃好像有一个澳门的巨 就是讲这家的 叫什么巨轮啊什么的 有一个 就一部剧 就拍的就这家起家 哦 是开的 是开的呀 可是这是卖就是 手 手信 sirvenir 对 sirvenir 对 然后这里一条街 就都是那个观野街 我们现在去吃饭 家也非常有名 因为那家还没开 所以我们先来吃一吃这家 我们现在坐在那个店旁边的小袋上吃吃吧 这个是那个蛋糕 来它去吃吃看好吃吗 你先吃你先吃 你先吃吧 这是硬的那种 这是那个冻糕 就是冰雪糕 哎呦喂 那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样的 嗯 不一样的是吧 这不是蛋糕吗 你怎么插不起来啊 太硬了 好吃吗 嗯 对 让我来尝一尝 这是很硬的 让我来尝一尝 它的纹理有点像冰雪林 可是没有冰雪林那么冰 这两个加起来多少钱 130 130 100块钱 嗯 那还有点贵 好吃还是蛮好吃 吃你就长很软 这个猫山王的雪糕非常的软 让我来尝一尝 这感觉就是在吃榴莲的感觉 嗯 我觉得喜欢榴莲的人 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个 我现在再来买一个那个糯米糸 长州糯米糸也非常有名 这家店就在这里 然后买了一个芒果 一个榴莲 吃吧 吃个芒果 哦 芒果一个非常的大 芒果糯米糸 20块钱 那还好 嗯 而打那个 支付宝打下来 就是15块钱 嗯 嗯 哎呦 哎呦 这个是榴莲 里面的榴莲肉也非常的多 这个 这个 就是榴莲的 Terry说他想吃点咸的 因为 嗯 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吃过正餐 于是呢 我们就来了观影机的另外一家 叫 黄之祭 进去 这个黄之祭就像澳门的茶餐厅这种感觉 也是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吃的 这样一份云吞一份干炒牛喝 这里整条街上都卖着一股蛋毯的香味 哎呦我这个脸前面晒的 有点黑了 澳门真的很热很热 就我有点后悔没有带短袖过来 这就是那个旺季 但是因为我不喝甜的咖啡 所以我就不买了 甜的咖啡 嗯 就是甜的 他们说这家大力来记的猪扒包也很有名 但是我们是来吃牛杂的 我们因为实在吃不下了 我们应该点分小分的牛杂 因为我不是怎么吃内脏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就没有那么好吃 但如果吃内脏的话应该会觉得很好吃 我们现在晃一晃准备去银河了 银河买东西我应该就不拍了 我们现在就到银河了 就是银河的银河的酒店 它跟那个商场是连在一起的 Galaxy VIP